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指数是跌200多点 曾经跌300多点 曾经跌了300多点 别害怕 一般來講 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故意設計的 因為如果你不害怕 要賣到你害怕 但是如果是真的賣的話 不會2000多億 我再講一遍 可以預期的利空 我們所謂的利空不是說 他陪俄系要來叫利空 不是這個 是對於股市它會有壓力 你從這邊看就知道了 我從上禮拜看就知道了 我就已經教 我在TELCUE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你看上個禮拜 你看這個8月1號 8月2號 它那個台幣一直往上扁 一直往上扁 例如說或者是 你看到美國股市 比如說你看到 這是昨天禮拜一的美國股市 這是禮拜五的美國股市 你看到美國股市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在漲 對不對 或是昨天曾經盤中在漲 可是我們的台紙夜盤 台紙期貨的夜盤 總是漲不動 如果你有在注意的話 因為我們必須要注意 你不一定要操作 但是你要注意 台紙期貨都漲不動 而且台積電的ADR都漲不太動 尤其是上個禮拜五跟昨天晚上 上個禮拜五大概就知道了 那在知道什麼 就是裴正希有準備要到台灣來訪問 從上禮拜五就在談了嗎 不是不知道嗎 那對於股市來講 它有沒有壓抑效果 一定有啊 對貨幣有沒有壓抑效果 一定有啊 不然台幣怎麼會跑到30塊 對不對 你想也知道嘛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預期的 那只是說 只是說對不對 昨天有拉尾盤 昨天有拉一個引線 昨天就已經 昨天亮說 就是在觀望 拉個下引線 這觀望什麼 觀望裴正希會不會真的要來嗎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會來嗎 那也不是說我猜到就很厲害 沒有就是我就是會來嘛 這判斷的問題嘛 那今天真的來啊 今天會來啊 那問題是 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 那為什麼會大跌 為什麼會跌 就是要讓你賣啊 因為你不相信會大跌 結果讓你大跌給你看 你不相信會大跌嘛 你不相信會大跌嘛 就大跌給你看 這樣你就會賣出來了嘛 不是這樣嗎 因為你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是利空啊 那就要大跌 才能夠產生的利空出現 對不對 那你不大跌就台積電台大跌嘛 這支比較補啊 這支比較補啊 這支掉到六十幾塊就可以了 從504掉到488.5 這樣就 就15塊半嘛 15塊半就很補的啊 一塊錢是8.2點啊 把台積電踹下去就好了 其他的那些小兵小將就會跟著跑啊 因為他是總司令嘛 對不對 所以很有效 所以早上一開盤就建一個低點出來 這個低點就在早上 後來就沒有再跌破了 老老師你不是說國安今天會復盤嗎 你實在很傻的耶 我告訴你啦 國安今天今天如果沒有復盤 要下1千點 你要信嗎 因為這裡已經下300點了 因為這裡 在這個6月16號 你要回想以前 你6月16號 這都是300點500點 300點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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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點 6月16號到國安進入復盤 這6月16號到7月12號 這邊跌了快2千點 這段時間美國股市沒有跌 你注意看喔 這裡到這裡 全世界這裡到這裡 美國6月16號到7月12號 這沒人的 沒有再跌了啦 全世界跟我們一國人而已 我已經講過 所謂超賣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為什麼我們跟不上 因為我們台北股市 有台北股市的因素在裡面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復盤 假設國安基金 假設今天沒有復盤 假設沒有復盤啦 要下1千點 不是500點 500點改革不起來 因為早上低點在這邊出現 這如果沒有把它 它沒有把它擊打而已 它只是把它撐住了 撐住了 撐住這種股票嘛 你看就知道嘛 你看這個很齋嘛 這是全職股啊 全職股啊 撐這個股票啊 這個你看有沒有 看不到我幫你加 這一定有啦 撐住這種股票啊 對啊 這都全職股嘛 這是全職股 老實說你的股票怎麼 你想說你的股票怎麼不被撐住 你的股票都不是全職股 人家沒在處理 如果國安基金買都買全職股啦 沒在買你去看看 像這個 這個也是全職股啊 這支是什麼 這特權高股市 像他就大企業了 你也拜託了 我也不是鼓勵你買這個啦 這個要除期了啦 這個8月 聽說8月15號要除期 只是告訴你這種現象而已 有沒有復盤 沒有復盤會跌1000點嘛 假設國安基金今天沒有復盤 會跌1000點 低點在這裡 跌了31 就在這裡只要上次出現了 這裡 所以他怎麼沒有把它拉到平盤上呢 你當然會有這個疑問說 他怎麼沒有拉到平盤上 因為拉到平盤上你就不會賣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都是設計好的 市場是很複雜的 你不能把它想那麼單純 結果一開始就是說 皮特西要來台灣 股市解讀為利空 我是說股市是對股市來講有壓力嘛 會有利空 但是我昨天就跟你講會利空出境 未來會大漲 你就先把它記起來就好了 但今天沒有大漲不表示我不對 那你或說今天國安基金 我說今天國安基金一定會進場 你如果說他沒有進場也可以 因為沒有證據 你去問國安基金有沒有進場 他也不會跟你講 國安基金他不會公佈答案的 他來無影去無蹤 他不會跟你講 他有買還是沒買 他不會跟你講 他不會跟你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說國安基金有進場 你說他沒有進場 都可以 都是標準答案 也不重要 個人解讀不同 那我說有就有 你說沒有也可以 無所謂 也不用增值 我看這個就有 你說沒有就沒有 我看就有 你說沒有就沒有了 沒關係 沒中央 我說有就有 那你說老師那今天國安基金 為什麼不把它拉到平盤上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你還沒有賣 你賣出來以後就會拉到平盤上 因為如果把它拉到平盤上 你就不想賣了 你就不賣了 不是嗎 不賣的話就從明天的脫油瓶 脫油瓶難聽 你會形成明天的服額 沒有人要想讓你當服額 希望你滾蛋 希望你趕快跑 就像這裡一樣 就一直打一直打打打打 打到你出場為止 出場以後就拉一拉就一千點 不是都這樣嗎 你不是都賣到最基點 那一樣的道理我講過了 盤式整理有兩種 我本來判斷是這邊開始要啟動 我當初不是講過嗎 我在上禮拜就講過 我上禮拜開始減碼的時候 我就講過說 它大盤 它會用以盤代碟 或是直接回撤上升的月線 它會走勢會跟這個一樣 上去下來 上去月線以後再打一次 但是不會打兩次 因為他們是之前六月份就調整 它會這裡一次這裡一次 這裡一次 做成一次下來到這裡 台北股市會走這裡 走這樣下來 可是因為它上個禮拜 它美國股市太強了 所以我們就不想跌到月線來 對不對 不想跌到月線來 14717 所以變成以盤代跌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今天的低點呢 當然就是佩洛西啊 是不是 佩洛西在台灣訪問 才會出現今天的低點啊 是需要否認嗎 那我已經講過了嘛 我沒有談政治嘛 那佩洛西 他來台灣訪問 你贊成也好 不贊成也好 不是我討論的範圍嘛 那是政治嘛 我只就股票來解釋嘛 是不是 那我昨天說他會來嘛 那戰士 老師他會來 你說會利空出境 對啊 那為什麼大跌呢 大跌還是利空出境啊 我要講的是明天以後的事情啊 不是講今天啊 今天跌 什麼人不知道呢 我跟你講今天大跌幹什麼 今天事實上就大跌啊 那為什麼沒有把它扯上來呢 扯到平盤上呢 國安基金是不是沒有錢拉上來呢 那你小看國安基金了啦 太小看了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人家也不見得要今天拉給你高興啊 等你賣掉以後明天直接跳空往上拉 拉個三五百點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明天漲三五百點 你說那大聲啊 我是說比喻啊 不行嗎 可以啊 今天可以跌兩百多點 明天也可以跌 也可以漲三百多點 為什麼不行呢 誰規定不行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我們台北股市夠委屈了吧 我們這邊是月線耶 搞清楚耶 人家這是季線以上耶 月線在這裡耶 連這個韓國都已經快到月季線了 你看這季線耶 我們還離那麼遙遠耶 你說如果是中國的股票 這就別說 跟我們就無關了 我跟你們說過一百遍啊 6月16號在這裡嘛 我們在幫忙他也幫忙 他有幫忙嗎 他有幫忙嗎 你看看五月四月底在這裡啦 他在這邊崩盤耶 那我們當時失業分子 我們有崩盤嗎 沒有嘛 轉息感也沒有崩盤啦 所以你要跟你講 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你不用看大陸的股市嘛 因為這不準啊 因為你看他已經 扭轉為多頭了 他是多頭耶 他是這個中線多頭耶 基線往上走了耶 是月線往下走在調整耶 但是我很少在解釋這個 我只是拿出來比喻說 這個也跌耶 這個也跌喔 這個也跌喔 可見沒有東西來台灣 造成大家很壓力喔 都有壓力喔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先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節目下 我只是跟你講說回測上升月限是買點 回測月限是指數 那第二波反彈調整後 為什麼要講個調整 因為我們本來預估是這裡 開始第二波啟動 第一波是這裡漲1000多點 從13928到這裡 然後調整 那可是當初太強壯了 這邊時間 美國股市太強了 我們都一直跌不下來 如果可以早跌下來也好 但是就沒有 剛好今天跌到這裡 這是月限嘛 月限扣底低值 所以它是多方式 這綠色的你注意看 這條就是綠色的 多方式扭轉 扭轉為多頭 從這裡到多頭市場 這裡還是空頭市場 劍頭你看劍頭 劍頭往上就是多頭市場 你注意看 我們台灣股市是不是空頭 空頭 空頭 從這邊開始多頭 回撤也是多頭 扣底低值 低值在這裡 這邊比這邊低 所以這條路 就會跟這條路走的一樣 日本也是多頭 走到多頭 日本走到多頭 這季線以上 季線以上 韓國螞蟻一樣 韓國螞蟻一樣 多頭 大家都比我們更厲害 全世界剛才這組最飯堂 這組就是中華民國 股票最飯堂 但是人民意志力最高 給你鼓勵一下 要聽不 我們所謂的拉回漲買點 就是這個時候 但是我們做股票 我們不是要長期投資 我說的是大盤 你說這種股票 我說一個股票 說這種股票 你要省賣掉嗎 哎呀 我有叫你省賣掉嗎 我有叫你省賣掉嗎 這麼賣這麼賣 我有叫你省賣掉嗎 有說嗎 我有叫你長期投資嗎 我有叫你長期投資嗎 我有說要做這麼差嗎 有嗎 這支股票我有叫你省賣掉嗎 有嗎 14111.5買 要不要先賣掉 蛤 這邊的漲停買賣掉 隔天賣掉都非常好 有嗎 有說嗎 我在跟你長期投資嗎 我有在跟你長期投資嗎 沒有這回事啊 我拒絕長期投資 今天是空投市場的 空投耶 這支股票 我們長期投資 我們這裡會說自己的股票 說別人的股票要做什麼 82.2買 我有跟你說 101到103要不得到嗎 有說嗎 有嗎 這樣就三期股票你參考了 老師你都說那企業 你自己的股票 套路都不說 我說比較大聲 我跟你說 我越說越大聲 套路我講更大聲 你放心 我不是跟你講說 這邊開盤以後先賣掉 開盤以後先賣掉 回撤再買 那買了158 買早一點沒有錯啊 那現在是不是套勞 套勞就套勞啊 我也要說啊 挺損色好 有嗎 有說嗎 有啊 你不要以為說買這兩股票是不對的啦 我沒有在跟你講基本面啦 買這裡已經過低了啦 但是還是賠錢 也沒有關係啦 有時候做錯也沒有關係啦 但是還不一定錯啦 挺損色好 有沒有 對不對 分析書要加共加折嘛 不能這樣 你做那百多支 每天都說騎頂版的 我們沒有在玩這套的啦 你有看我在明天講掌頂版嗎 你參加那種老師 他買一百支買一千支嘛 每天買嘛 都說那個企業啊 六個都跟你說 沒有嘛 你講什麼 不想講而已嘛 這支高票我告訴你嗎 我有沒有說他基本面子很不好 你說他很好 你說他基本面很好 我說他基本面很不好 我有跟你講嗎 現在你知道嗎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麵了 你已經知道了 你不能看以前的基本面 我有沒有講過 那現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 敦泰上半年賺不到五塊錢 第一季賺三塊多 第二季賺五毛 第三季 也絕對不會超過第一季啦 下半年也不會超過上半年 明年可能是變個位數的 獲利了啦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這就是股票 給你加價你拔 經常講基本面很好 你基本面很好 在看這裡啊 你有看這裡的啊 任何的IC設計股都一樣 我可以跟你講 但是我講它 我就是告訴你說 你要先賣再買 對不對 像已經利空已經都出來了 財報也出來了 也除息了 它這邊是除息 那已經跌到這個位置了 你也不需要再看空了啦 要買也可以買了啦 設停損設好就好了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不是說它因為跌到六十幾塊 我說它便宜 沒有什麼便不便宜的啦 是因為利空已經測試 我才會這樣講 一樣的道理啊 這檔股票跌下來 你要說基本面怎樣怎樣 我不跟你講這個東西啦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有先賣回撤 就站在買方了啦 就站在買方了嘛 一樣的道理啊 你有先賣回撤 就站在買方嘛 停損設好 你如果不會設停損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我們做股票都有設停損 我們做股票都有設停損點 沒有在凹單 沒有在加碼攤平的 沒有啊 我們做對就對 做錯我們就錯了啦 你知道嗎 我沒有跟你說基本面很好啦 作為不賣的理由 基本面很好那種呢 你經常跟我說這三六塊 賺三十塊那種呢 問題它沒有賺三十塊啊 這是股時候的三十塊啊 股時候的三十塊啊 這也是一樣啦 我告訴你啦 它也是一樣啦 未來也是這樣子玩啦 長榮陽明也是這樣啦 今年大概還不會衰退啦 但是明年你看看嘛 你懂我意思嗎 不要一直講基本面很好嘛 講股時候的幹什麼 誰跟你玩這個 這個股時候的基本面 現在財報出來啦 很多的公司說啊 他調整庫存啊 誰要看到報紙了吧 他不是說他庫存 產能利用力降到 百分之八十一到百分之八十幾啦 產能利用力降低啦 有沒有 有沒有 你不能看以前啊 還是看第二季的財報啊 你要看未來啊 但是剛好今天公司在講 有沒有 衰退了嘛 股票怎麼有在等級投資的啦 但是他股票價格一定要在 基本面還沒有改變之前 他就先跌下來的嘛 等到跌下來以後 他才會跟你講 基本面已經是 沒有以前那麼好 甚至衰退了嘛 已經來不及了啦 就像這個敦泰啦 你三百塊不得到 到現在看說 哎唷 這個獲利怎麼會變得不好 產能利用力怎麼會 庫存調整 怎麼說 他已經到這邊了 從兩百九十八已經到六十幾了啦 你還看壞就沒有道理了啦 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我這樣講 這種股票你賣掉 你如果這裡有賣 你回測是不是要站在買方 你如果這裡有賣 回測是不是要站在買方 是不是這樣 合不合理 那這個股票有什麼差呢 如果你這邊有先賣掉 跌下來是不是要站在買方 我這樣講不對嗎 那你買股票不是就跌下來 站在買方嗎 那你怎樣 不然你要用追的 我這樣講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裴洛西小姐來台灣 是來打卡的 他明天就回去了 你也不要那麼緊張 也不要一直講政治 我們是做股票 我們是做股票的 不管你是藍 是綠 是白 我們都是做股票的 我們會做賺錢 所以你看我只是提一下 我也不批評 我也不做正式上的批評 了解我意思嗎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裴洛西來台灣訪問 對於股市會有壓力 對於會市一定會造成我們的壓力 會一定會 但是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而且我們早就會知道 這個一定是會造成股市的下跌 那不是就是利空出境了嗎 這樣你也知道嗎 他不是突然間說要來的 早就一直講要來的 你明白嗎 所以你今天應該是站在買方 搞不好明天開盤以後 就漲兩三百點了 就直接漲了 也不一定 了解我意思嗎 我跟各位講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我們怎麼講就怎麼做 今天就是買點 你賣掉的股票 今天就是要買回來 了解我意思嗎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今天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